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一天的生产劳动 当年这样人潮如知的场景 就如同大海里的一股洋流 在这座城市汇聚 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 半个多世纪过去 这里已经成为了老街人记忆中无法割舍的乡愁 走进洛阳间隙历史文化老街 一排排红墙红瓦的宗室建筑 仿佛穿越时空 将中国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工业发展 和那段热火朝天的奋斗岁月 全都定格在了这里 高大的场区内 机器的轰鸣 与安静整洁温馨的老街坊交相辉映 在这里 每一座厂房都承载了 工业强国的梦想和情怀 每一个老街坊里 都有无数自立自强的故事 点点滴滴便汇聚成 渐溪人独特的文化气质 传序至今 渐溪历史文化街区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建和隐溪 以中周西路为轴线 东起延安路 西至重庆路 北道建设路 总占地面积约233公顷 如今街区内还完好地保留有 共和国衣物旗舰建设的厂房 办公大楼 职工住宅等 苏式建筑一百多座 中周路一半 就是工厂区 中周路一哪 都洗完那么一半 这一片都升过去 咱往哪 几个大小 都回来大回 横半东西的中周西路 是老街的主大道 北侧的四个厂前广场 一线相连 宏伟群状 南侧的老街坊 红川红瓦 飞檐斗口 这些融合了中华传统装饰的 苏式建筑群 连绵4.8公里 这个都是按熟练的 这个阵地设计来办的 也没什么社区 也没这个校区 都没有这些 就是减房 分成1号到36号 有了减房 就是有了家 这座拥有近30万人口的城区 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 当时百废待兴的共和国 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洛阳成为中国重点建设的 八大工业城市之一 奠定中国工业基础的156个项目 有7项放在了距离洛阳老城 以北15公里外的间隙 当年十几万建设者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 他们中既有从上海 沈阳等一些大城市来的 技术人员熟练工人 已有上过战场的 退伍军人原建干部 短短的三年时间 他们就在这片 一穷二白的土地上 建起了一座座厂环 竖起了一座座高塔 把这里变成了 规模宏大的工业城区 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洛阳矿山机械厂 洛阳轴城厂 洛阳同加工厂 等十几个大型厂矿 在这里相继建成投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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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